人生独言 句句入骨 经典 听过一句话 命运是一个无常的轮盘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轮 它将会将你置身何处 置身何事 行走世间 没有谁不希望 事事顺遂 处处如意 然而 人活着不可能 一辈子交好运 总会遇到麻烦 遭受坎坷 只有及时反思言行和选择 不断总结智慧和经验 才能过好这一生 今天 有书军就为大家 整理了九句 清醒深刻的人生格言 读完字会豁然开朗 受益无穷 好脾气都是磨出来的 坏毛病都是灌出来的 是非都是闲出来的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会明白日子过得好不好 主要取决于自己的行为准则 行为决定习惯 而习惯又影响命运 遇事不浮躁 保持情绪稳定 磨出一副好脾气 留住更多好运 凡事任意妄为 总是放纵自己 灌出一身坏毛病 处处招人厌烦 而整天无所事事 心中杂念丛生 就会忍不住掺和是非 既费精力 又添烦恼 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无所约束和无事可做 狂则出错 闲则生费 会让你一步步陷入 难以自拔的泥沼 磨练好脾气 拒绝坏毛病 少论人是非 才能活得充实 过得自在 人呢 想交些三国里的桃园弟兄 却总遇到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 漫漫人生中 你会遇见很多人 拥有很多朋友 其中 真正值得深交的人 却寥寥无几 因为人心不是等价交换的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深交 有些人 表面上跟你和和气气 背地里却挖空心思 要算计你 平日里对你嘘寒问暖 关键时刻 却毫不犹豫地背叛你 这个世上 最怕深情换来薄情 真心遭到践踏 曾广贤文 有云 花枝叶下游藏刺 人心怎样的身体 人心怎饱不怀毒 人心怎饱不怀堵 与损有病间 犹如走钢丝 随时都有可能坠入 万劫不复的深渊 遇见一个人 不要熟得太快 聊得太深 以免识人不清 遭受万简穿心 我们常常觉得不快乐 是因为追求的不是幸福 而是比别人幸福 看过一个网友发的帖子 他从重点大学毕业 有体制内稳定工作 还找了门当户对的优质男友 他原本觉得很幸福 对生活状态心满意足 但得知闺蜜交了个富二代男友 开豪车 住豪宅后 他的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 人生中大多数的痛苦 源于跟别人比较 我们之所以过得不快乐 是因为不仅想获得幸福 还想比别人幸福 长此以往 就会陷入无止境的博弈 在盲目攀比中失去快乐 幸福是一种能力 比别人幸福 却是一种欲望 精神充实 内心知足 不被欲望操纵 才是最为持久的快乐源泉 人人都是自顾不暂的 自顾不暇的泥菩萨 别指望谁能帮你渡过现实这条河 孤独是人生常态 家人不能为你撑一辈子散 朋友难以与你并肩到最后 贵人也许永远都遇不到 心里的苦 心里的苦 身上的痛 终究只能由你独自承担 默默消化 作家于华说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 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 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只属于自己的生活 扛着苦难穿行于世间时 谁都渴望有山能靠 有人可依 但扒开光鲜亮丽的表象 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 你帮不了我 我也帮不了你 与其无望等待别人来救赎 不如试着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 所向披靡 勇往直前 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好风水 你之所以活得累 是因为心里装了多余的东西 跟吃饱了撑的是一个道理 时常听到有人抱怨生活太累 责怪现实太难 其实人这一生 百分之九十九的烦恼都是自找的 放不下柴米油盐的琐事 舍不了人际关系的烦恼 忘不掉求而不得的执念 你把什么都放在心里 只能在沉重的压力下痛苦不堪 烦恼起于执着 源于无名 由于看不开 出于太自私 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 背负的东西越多 脚下的步伐就越慢 生命就像一株大树 只有及时修剪掉粗枝烂叶 才能愈发聪裕繁茂 焕发勃勃生机 杂念清零 往事翻篇 时间万般美好 都值得你细细品味 雪中送炭也要分人送 否则不但得不到感激 还会被怪探的质量不够好 从小到大 我们常被教育与人为善 看见摔倒的人 要上前扶一把 遇到有难的人 得伸手帮一下 然而 人生最悲哀的真相 就是好心未必能换来好报 在不知感恩的人眼里 你的善良就是傻 你的包容就是好欺负 你越是慷慨大度 对方就越理直气壮地向你索取 你越是妥协退让 对方就越得寸进尺地步步紧逼 有句话形容得很贴切 与其同情 一个不懂感恩的人 不如喂养一只不会说话的狗 善良原本没有错 但要用在对的人身上 你要有一双识别善恶的眼睛 更要有一颗坚守底线的心 该帮忙时帮忙 该翻脸时翻脸 于博情世间 既善待他人 也爱护自己 不要总觉得被轻视 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分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费尽心思地结交行业大咖 对方却对你爱答不理 想尽办法地挤进某个圈子 却总是被其他人忽略 你或许会觉得别人势力 其实是你自己缺乏实力 别人对你的态度 主要取决于你所处的位置 能提供的价值 正如卡奈基在《人性的弱点》里所说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是以互惠为原则 人际交往的本质 是价值利用和资源互换 实力越强 站得越高 自会获得尊重和追捧 种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当你增值自我 提升境界 一步步登上顶峰后 身边便全是好人 眼前就都是笑脸 救命稻草 才是最后害死你的东西 小说《我的叔叔娱乐》中 贫穷的菲利普一家 接到了弟弟鱼勒的来信 信中说 他在外发了财 打算回国后资助菲利普的生活 菲利普欣喜若狂 不再精打细算 努力工作 把弟弟当成了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 谁知 他十多年都没等来 弟弟的钱 日子也越过越糟 最终落得一无所有 人生在世 不要过度依赖于外物 更不要全盘将命运托付给他人 当你把所有希望都倾注在别人身上 留给自己的 便只剩下无尽的失望 别人的承诺 缥缈的幻想 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稻草 根本承载不了你的重量 落水之后 拼命去抓那根稻草 只会下沉得更快 唯有自己使劲扑腾 奋力前游 才能逃离困局 人生的路就像心电图 没有蜿蜒曲折 可不是什么好事 人生海海 起伏无常 每个人都在未知的悲喜间浮沉 也许上一秒 你还在享受风平浪静 下一秒就会遭遇迎头暴击 正所谓 不经一番彻骨寒 怎得梅花扑鼻香 每个人都会经历痛苦难熬的时刻 但熬过之后就是心生 流过的汗 吃过的苦 都会锻造你坚如磐石的意志 成全你化剑成蝶的蜕变 电影艺术家下眼曾说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力中 有生命力的种子绝不会悲观和叹气 因为有了阻力才有魔力 逆境是苦难 也是机遇 经得起种种考验 就会成为真正的强者 即使前路勾勾坎坎 经济从生 也不要逃避和退缩 敢于和挫折正面交手 将苦难踩在脚下 方能活出最昂扬的姿态 鲁宾逊《挑流记》中 有这样一句话 世上有许多道理 只要有一天能大彻大悟 就不算太晚 道理不是拿来听的 而是拿去用的 用心去领悟 用行动去证实 纸上的理论 就会转化为处世的智慧 知意行难 行胜于言 人生充满了起伏和变数 我们无法遇见 下一个弯道后 会遇到什么 但只要时刻保持清醒和反思 就能从每次经历中 汲取智慧 得到升华 不要被表象迷惑 要洞察事物的本质 不要苛求他人 先提升自我的价值 不要依赖外物 要坚定内心的信念 用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 用主动求尽的态度 面对困难 有人说 成熟是一种心理状态 是对生活规律的深刻领悟 经过层层磨砺 我们终将化身那株 浮输出嫩枝的松树 在风雨中毅立 在磨难中成长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还记得赞了好久零花钱 为你买的球鞋 现在一定很久 颜色泛黄 再不符合今年的绚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次再次再次